对啊 从子宁这里呢我们就要来说到这次备受关注的 然后诞生了所谓火箭少女的创造101了 哎呀 真的是有蛮多值得说的事情了 首先揭晓一下总决赛 总决赛第一个揭晓的名次是第八名 Sanny 嗯 很好 对啊 到这个最后总决赛 我才见到Sanny化了一个比较漂亮的美美的妆 然后就哭了个稀的花啦 好吧 然后呢 第七呢是子宁 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 第八 第七 好 第六名 第六名是小七 你看这个乱劲 对 小七得了第六 也是一亿多的点赞 这个小七选手呢 很厉害 不错 他是一路上扬 就是他 她和这个就是子宁啊 是被大家就是忽略了 因为大家太多人被什么王菊 被杨超越给吸引了 就没有意识到这两个人真的厉害 他们才是一大堆选手里边 逆风上扬的选手 就是名次敲目灯的猛劲的往上提升 最终征服大家 不简单啊 不简单 哎 然后第五名呢 是亚米 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有点惋惜的选手 你知道他在刚出来的时候 就开始是排在前面的 然后最后呢 其实并没有进入前三 对 甚至连第四都没有得到 就是因为他的神秘感被这个节目给破掉了 就是他被各种粉颜色给强行的磨掉了 就是亚米其实还是应该多保留下 他身上那些神秘感那种酷酷的特色 就是成天穿粉的 和这些小姐姐裙子弄在一起 这不是个事儿 然后最厉害的是第四名 你知道 就是在揭晓第四名的时候 好家伙 把我惊呆了 其实第四名最后揭晓的是这个段奥娟 我为什么当时吓了一跳 我都准备不看了 因为他们介绍的时候 说这个第四名啊 和我们一般人的路数不太一样 很多人立刻在这叫王菊 王菊 然后又说呢 说他舞跳的特别好 然后说他皮肤有点黑 那一定是王菊 当时在台上 王菊选手已经露出了对那种快乐 但是又好像很谦虚的表情 但最后宣布段奥娟 好了 前三名大家其实都知道了 是吧 我们来直接关注一下 第一名就是孟美琪 哇 哭成这样了 就是这个德 山枝大哥也有软弱的一面 就是哭得个一塌糊涂 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说 实际上是要吐槽一下 吐槽一下这个节目的总决赛 我这个去 大家有没有看啊 有没有看那个直播啊 好家伙 我看了 我跟你说 我这辈子就没受过这扬罪 气死我了 你要是想播那么长时间 你提前说 那是一口气播了四个多小时 哪有这样的直播啊 对啊 但是你一旦看上完 你又不忍心不看 结果就白白浪费很多时间 真是 天哪 这叫做 我这么说是不是不恭敬 但是真的是又臭又长 极其漫长 极其无聊 而且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 你知道 这个节目很古怪 有的时候吧 很好看 很精致 但像这个节目 许多那个就是选手啊 你一看那光打之后 因为她舞台光效果不太好嘛 包括之前有一个新疆姑娘 叫热什么那来的 对啊 热一那 简直 哦天哪 显得好丑的样子 然后 然后就是这上面 哎呀 无穷多可以吐槽的东西 举例来讲 就这个主持人 主持人是黄补和来自台湾的 对 那个谁 侯佩岑 也都是名主持咯 也是名演员咯 中间还有大牌嘉宾江文 看得莫名其妙 就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来了 对 有人说杨超越滑水 我看他们才是滑水 那个江文就根本就不知道 为什么要来这 对 他这帮女孩是干什么 就一副不以为然 要是尽量谦虚 那你何必来呢 你非要跑这来宣传 这电影有意思吗 把这个这么一个搞得 像那个电影节似的 一点笑我都不好 然后这黄博说话 水水水水水 侯佩岑水水水水水 两个人 三个人一块水 一大堆人一块水 水个没完没了 我的天哪 简直那是真正的尬聊 无穷无尽的 无比无聊的 完全没有关系的尬聊 对啊 然后几个导师 也把我看不下去 一个个在那儿 就是苦大仇深 我跟你说 这就是新版的 朱军老师可以明目了 对啊 就是新的艺术人生出现了 大家都苦大仇深的 一苦思甜 在那诉说来诉说去 其实这很烦呢 我就纳了闷 这个节目疯了 这干嘛呀 为什么拖时间呢 直到我看到 人群里边坐着 湖南卫视 那我是歌手 那洪涛 得这下我知道 因为洪涛就是一个典型的喜欢 喜欢拉时间 耗时间 对 顾左右而言 他没为了的 咱是拖来好去的 一路里住 所以他来的那完蛋了 这节目一定是 就乱成一团了 对啊 所以 所以我说句老实话 我真是 还真是很少看到 就是一个节目 能拖成这个样子 在万众期待 大家都这么高的 注意力 这么多的热情 这么多的点赞的情况之下 就他把一个决赛给搞成哪个 让人震撼的样子 我去 大家不是为了看那个名次 真不如 就是那个 对 那个那个 就是有人说 还不如临终日郎主持的好 哎 临终日郎是谁啊 这个人的名字 听上去跟我有点像的 嗯 然后 其实这次 总决赛 对吧 一个比较大的槽点 依然是 什么呢 杨超越 果然 杨超越 实力 这个就是 每次都要抢进 就是 还是他 抢了吐槽的一个重要的位置 说这回说杨超越干嘛呢 嗯 得了第三 这个很好咯 对 在那么多的 那种各种的 打击啊 讽刺啊 然后那个 什么事啊 他还是得了第三 可喜可贺 但是 他最后这个总决赛的表现 因为他当时呢 归入了舞蹈类 我当时心里就一惊 心想他能够加入舞蹈吗 后来发现果然 对 有人说他这个舞蹈 基本上就是在 就是在 滑水 嗯 这个词形容的 还 还真的蛮到位的 对啊 这 对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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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就是在滑水 但关键在于啊 就这个最后总决赛 其实有的人的表现 是很好的 尤其是在舞蹈方面 真的有人跳得不错 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有被 最终没有能够成团的选手 对 非常精彩 来看 走 这位是李子玄选手 叫豆子 其实他跳得非常好 但是非常遗憾的得了第12名 可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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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 这个 这个非常酷了 所以 其实啊 就最后得第11名的 就是上次我说的 徐梦杰 如果大家 更多人听到我这节目的话 其实 这个豆子就应该能上了 这位是李子玄选手 这位是李子玄选手 这个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选手 吕小雨 他才代表着真正的女团的那个精神气 那个元气 但遗憾的是呢 这个票数就总是最终不能够再上一位 可惜可惜可惜 走你 因为吕小雨身上有真正的这个就是中国特色什么的杂技 这个杂技的本事是能够超过韩国女团的 但是遗憾的是大家好像并不看中 哎呀可惜了可惜 好了 这个呢就是别别人对吧 是你你你会发现确实是很到位的 很精彩的 对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 但是轮到咱们这个 轮到杨昭月的时候呢 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啊 大家来看 走 好吧 这个真是想为他辩解啊 都就觉得很有难度 就是实在是 这个跳的真的是 真的是比较一般 对啊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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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怎么样 so what 就是虽然有这么多的问题 可是杨昭月最终对吧 还是稳稳的站到了这个第三 然后以至于有人就专门做做那个图片发说你只要转发杨昭月这个你就算躺着你你不复习你那样考第三 这个呢其实说的稍微稍微 一个陷阱什么的叫做社会达尔文主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什么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呢 就是认为啊 人世间只有残酷的竞争才是王道 胜者为王 对那个赢者通吃 至于说loser失败的人全去死吧 大概就这个意思 所以表现出来就是为那个强者 为有钱人为有权势的人为这个成功者不断的歌功颂德贺彩 但是对于弱者对于事外者就不断的扔砖头 这个其实吧也不是特别的合理 再说了上周节目我已经解释过了 就是杨昭月他这个这个这个范儿其实是什么呢 你看如果是比如那个孟美琪走的是韩汗系的实力范儿 他这个就是典型的日系可爱范儿 我们既需要实力也需要可爱 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说真的就大家挺疲惫的 我疲惫一天我还非要看一个女超人在上面各种舞让我自残行贿 有必要吗 对吧那也许我就希望看到就是纯可爱能让我放松就可以吗 所以我觉得杨昭月代表了这个声音 我还跟你说我就觉得比如说举例来 比如我们播音主持就是里边高大上的 让人觉得一看就觉得自残行贿的东西太多了 以至于对吧现在很多的观众就不爱看 你就不能让别人放松点就稍微可爱一些嘛 这这这这真的是真的是我的想法 好了关于这个土创101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吐槽的东西 我还没说完呢 这个这个 单摆对法国现在比分呢还是0.0 我顺便给大家播报一下比分 然后有什么新的进展你们也随时通知我一下啊 因为我现在这个直播不方便随时看后边 好了我们继续要说到另外一件事 哦你知道看这个中间还是有些意外的惊喜的 天呐就是来看一下啊 这里有人说小白老师我既想看你的节目 又想看世界杯所以请你向左挪一挪好了 这种没有原则的事我是不会干 我要向我的右侧挪一挪好了 那个说这是中间吧 哎突然之间就那个黄子涛 黄子涛出现了 然后他抱着一边东西走出来了 我当时一看你知道黄子涛脸上表情吗 简直就像是对刚本人给踹了一脚的时候 就反正很痛心的样子 我一看我这个环境设计好啊 一看他捧的粉色的东西就知道 这肯定是哪位选手对他的裙子 哎可能加上上衣 就是他的制服嘛 你看旁边穿的都是这色 对然后捧出这干嘛呢 就是一位已经离开了我们的选手 但是他还有话说 说不就是他的遗言 哎可是我又想不对啊 没听说哪位参加100的选手回去之后 就弃绝身亡 好像都好好的回来了嘛 对这次全都回来参加了 然后黄子涛站定 然后其他选手帮着一块 哎拉开啊我明白了 我说原来这是一个粉色的哈达 对就是上面估计的还有签字 大家把自己的名字 心愿都签在上面 是把它展开的时刻了 可是我想错了 就是他们再展一展 原来啊我一看 嗨我心想真是 闹了半天是一床单 是一个创造101的粉色的床单 哎我觉得这也不错啊 就是哎你看 对就是在最后的决赛时刻展示一下 对咱们的选手睡过的床单 这床单上沾满了这些选手曾经的汗水 对可能还有泪水 那这就有特别的意义嘛 但是接下来没有想到事情发生了 怎么样啊 就是他们把这床单吧 哎给挂起来了 哎我说怎么还亮床单 然后就开始奏音乐 然后大家都肃力 我才知道闹了半天 他们在升旗 什么 就是创造101节目里边搞起了升旗 是升旗是什么意思 对一本正经的 然后大家都就就 瞩目着 肃力的 哎你说当时我就突然很尴尬 因为因为我没有做好看一个 这么一个节目 然后突然之间 对吧 开始升旗的这种心理准备 就很怪异 然后我觉得他们站的不对 你说你应该这么严肃吗 还是说你应该一边跳 一边看升旗呢 就怎么着都不合适 对 就还是有网友说的好 说这个是创造101总决赛 一场集高考试试大会 广播体操运动员入场式 配乐施朗诵大赛于一体的 文艺会演报告节目 你看 说的好 可不就是这样吗 对啊 然后大家觉得这次很高潮 很奇葩吧 对啊 升起了一面 这个101的这个床单 粉色旗帜 还有更厉害的 就等于最后11个人 不是出道成功吗 然后该揭晓 他们这个出道 组成这叫什么团啊 好家伙厉害的来了 叮 就出现一宇航员 然后他摘了头盔之后 我的妈呀 简直是闹鬼一样 他没头就是应该有脑的地方吧 俩字写着少女 然后开始公布说 这个叫做火箭少女组合 我的妈呀 就是不是这个 这是谁 这是哪个白痴搞的设计 就是哪个笨蛋搞的设计 你这个是对吧 一个少女偶像天团啊 少女偶像天团 然后你你你给搞我们一个这是 闹鬼一个 这什么意思啊 对你宇航员摘下头盔一定就是冒着俩字吗 你就不能换个头像 你摘下来比如露出王菊 那这也是个选择啊 露出高丘子 这也是个选择吧 就你无论露个谁 他到底露出杨超越 说不定效果更好 你露出俩字 一块盘少女 闹鬼啊 对 这是真是我前所未有的 就是说 觉得罕见的 不可思议的 而且叫火箭少女 这也很奇怪 就听着就是想发射 赶紧发射走得了 对你这个样子让人家 让人家山枝大哥 孟美琪 人家都很难办 你们这组都都傻团啊 让我以后咋惹啊 对吧 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落中 但是整场节目 其实有的人是不介意的 谁呢 有一位姐姐 陈方雨 陈方雨在中间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然后这次莫名其妙又出现又回来了 但是她夹杂在人群中 故意让自己很不显眼 但是我们还是细心的观众发现了她 那你们在哭什么呀 有什么好哭的呀 对呀 然后陈方雨整场的就这件事 什么时候下班 老娘好累呀 还不结束 对呀 老娘还不如回去参加金曲奖呢 你知道这个陈方雨 他其实是真正的实力唱奖 对 非让他参加这么一个 什么火箭少女的成军 我却这哎 陈方雨心中啊 真正想唱的是在您妈的剑 以上呢 就是对于这次的这个火箭 不是创造101 也叫土创101的吐槽 我觉得槽点还真的是蛮多的 我还真难得见到一出这之前 这么声势浩大 然后引起那么多人关注的 这么一个综艺选秀节目 到最终最终的总决赛能够能够给搞成这个样子 我的天哪 厉害了 来喝一口